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9月中旬访问哈萨克 特地来到首都阿斯塔纳的这座教堂 来降福刚完成的这个圣母玛利亚的画像 镜头上可以明显地看出 玛利亚和怀中还是婴儿模样的耶稣 乃至于旁边的天使画像 脸型 服饰都跟全球绝大多数的教堂不一样 基督宗教起源于中东 而在欧洲发阳光大 因此凡是有圣母像和耶稣像的教堂 脸型多数都是欧洲白种人的样貌 但是随着传教士走遍世界各地 为了深入当地人心 这些圣像的脸型出现了多样的风貌 有穿着农民服装的亚洲人 也有穿着非洲长袍的非裔黑人 也因此当本身不是基督徒的哈萨克画家卡西莫夫 接到绘制圣母像的委托时 就希望这幅作品能够充分展现 哈萨克传统游牧民族的风情 可萨克雷克 家 subject中国人带住寸 crosses 不一定是方便 来加持过去禅ven 您等于肯定做什么 因此使 自從前蘇聯解體 哈薩克恢復獨立主權之後 遜尼派伊斯蘭就成為當地的主流宗教 目前全國大大小小的清真寺約2900座 相信之下 基督徒不僅人數少了很多 教堂的數量也佔極小的比例 例如哈薩克全國天主教的教堂 僅僅53座 是三大基督宗教裡最少的 特別是德裔移民 在前蘇聯解體之後 大量的返回德國 天主教徒的人數也大幅的減少 目前人數在25萬人左右 占全國總人口1.67% 不過卡西莫夫指出 包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 也是哈薩克的傳統價值 卡西莫夫說 他很想看看這幅名為歐亞草原之母 帶有游牧民族風情的聖母畫像 在哈薩克與全球天主教徒的眼中 與多數歐洲白人形象的聖母像相比 會有如何不同的感覺和評價 公視新聞 徐家仁編譯